郭文貴議員 主席還有各位市民朋友也無安 首先我先請教研考會 最近好幾個議員有問到所謂公民參與 參與預算 事實上我們再次 應該是說 應該先首先要請教主委 昨天川普當選 你有什麼心得 主委 跟議員報告 的確是有很多想法 就是說 第一個 雖然是出乎意料之外 但是這個其實也顯示出 其實我們也有警惕 其實是美國很多全球化之後造成的 這個平富的問題 以致這一次在比較白人的勞工區 其實川普贏得非常多選票 這一點可能不只是美國面對 我們也會面對 這個是需要反省 傳統的政治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請坐 主委真的是不愧為主委 很快就看到重點 其實重點很單純 問題是我們怎麼回應 事實上以陳市長這幾年 每次的評比都在臺灣首長裡面 名列前茅 最近有這麼多的抗爭議題 當每一個抗爭的事件 整個條件環境跟要素 事實上有些不一樣 但我發現有一個共通點 第一個就是坦白講 大多數現在反對的 都是原來偏所謂的 民進黨的支持者 都是甚至是主張台獨的 他們的政治信念 不是全部 我看到很多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這是自己的支持者的反對 這是一個現象 這也不是以前所有的 第二個 有些議題 我覺得也是政府做的 可能是你那個目標是對的 可是你處理的程序 在溝通的程序 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是 那怎麼解決 就是我們用傳統的方式 去思考這個問題 常常會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我是為了你好 為了電話電 還是這件事情本來是對的 大家認為都應該這樣做 為什麼有些人就會反對 我覺得這個參與的一個議題 可能某些人的 看起來是某些人 可能就是很多人的一個投射 那否則我舉 我們現在舉第一個 大家你也比較熟悉的 所謂的 呂科勇圖書館 我說這個衝突到尾就是一個好事 有人要捐圖書館 是這麼安排協助來捐贈這個圖書館 那後來有人反對 而且反對的理由也存在 就是說第一個問的是 你要捐贈圖書館 理論上應該是要捐助 我們城市所需要的 受證著我需要的地方吧 那這個一開始就 的怪怪 這是我捐贈我要放在哪個地方 是我決定 而且其他我都不接受 我覺得這是一開始的一個起因 那第二個公園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公園它有志宏的目標 那也有一個休閒的一個功能 那最主要這件事情 讓他們站在一個反對者的 一個利基點 就是說這個是在 謝昌蓮市長就已經 做一個去水泥化的一個整個政策 而且那時候為了去水泥化 也有一些抗爭 那包括跟環保團體也好 想達成的共識 所以說這個是政府的一致性 這是他找到一個 立足反對的一個理由 第三個 哇最近以前大家對環境的議題 可能重視 沒有那麼重視 現在大家普遍 大家對環境的議題 更加敏感 更加甚至有一點到絕對性 有時候變成 不會參加 變成一種很最高的價值 那造成這個意見 那事實上我跟他們團體也好 跟李明也好 跟支持者也好 事實上我們都有一個密切 包括跟李柯勇的單位 其實我都有接觸到 大概知道 其實大家起心動念 都是為了這個城市 沒有誰要為了對抗誰 這件好事 我們為什麼沒辦法處理 然後變成這個事情跟那個事情跟那個事情 大家都在沉沉作為 那我覺得說當然這責任不在你了 但我覺得研考會是一個 它也可以只是一個被動的做民意調查 督促各政府各機關的一個研考的工作 可是我覺得 從不只是你 我從一千 十幾年前 對研考會 我們就一直定位它 它是一個思考的一個單位 那在思考這些問題 是一個更全面 而不是一個解決一個單項 或者是一個監督考核 那我一直在前幾天 我也聽到其他議員 我包括校文答題的公民參與 也之前也一再 包括我們在很多公眾場所 碰到市長 市長也說 一直問這件事情怎麼處理 我說這個沒有很困難 就是所謂的 大家有不同的價值 把這些議題 大家一起討論 但是是要理性的 大家在討論 然後為什麼 蓋在那裡的必要 的好處是什麼 那如果要蓋 要怎麼蓋 而不是說 建築師 有人抗爭 我跟修改 我跟綠化一點 它都沒有解決核心的問題 就是說一個公園跟建築的 怎麼去不干擾 然後又有這樣的一個 建築體存在 大家沒有討論到 那個核心的問題 那建築師也很願意去配 你們只要有什麼價值 他們都可以設計出來 然後李柯永機關 我跟他們的負責人也碰到 不期而遇 他也同意蓋更環保的方式 不要影響所謂大家對 智宏 包括所謂綠化 甚至不要移速 有各種選項 他們都願意來討論 他們很擔心 環保團體什麼都不要 可是我要問環保團體 他們說這個可以討論的 問題是沒有人願意跟他們討論 事實上不跟他們討論 李柯也不願出面跟他們討論 大家就互相 就是把彼此推到一個最遠端的距離 那這個是我認為說 在這個李柯永事件 看到的是 不是不只是環保的問題 不只是大家對一個需要圖書館的一個意願 反而我們看到說 為什麼一個單純的事情 沒有辦法去溝通 只是我覺得這個事件裡面 如果要影響 看你那些川普說太遠了 但是就是很多的議題就是這樣 一塊沒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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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定蔓延 我當然不是說川普當選就是不好事 而是說為什麼會意外 跟傳統的思考會不一樣 那這個我們一直希望說 那當然政府有說 現在我們要鼓勵什麼公民參與預算 這個都是在 那個都是一個發起 新的案子都很好 可是對現有的案子 我覺得還是一樣的建議 我也跟市長也是這樣建議 也跟環保團體這樣建議 他們都同意 就是大家在 因為大家對這個議題 經過這幾年 大家也有各有 論述都已經大家都了解了 如果有一個平台 包括說我們市議會 都願意來承擔 舉辦這個一個論壇 然後你支持者 支持者他的理由需求 哪些可以調整 那有哪些創意 那反對者 他的點是不是被處理 他們的訴求 然後至少 那個案子會比較接近中間值 但最後的決定 我們還是用我們的方式 你不要說 現在公投法依法無據 還是說 這個是這麼小的事情 為什麼要公投法 要公民論壇 我覺得那個方法 包括用雙方同意的問題 同方的民調 或者經過什麼樣的一個程序 我覺得因為這樣的 炸彈增值 產生了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案 這個才是一個城市創新的一部分 我覺得常講城市 是很多創新的新的idea也好 或者是面對問題 我們解決的方法的一個討論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我也感覺 我也搞不曉得 到底是卡在那裡 市長也同意啊 我相信研考完你也同意啊 環保團體也同意啊 那是誰不同意啊 我搞不清楚 幾下 是不是默默一隻手 就故意要讓他去讓他擴大 阿公他拍天啊 一直在堅持這個事情的 市府是誰 我不認為市長一定要蓋來 或者說有什麼方法 是可以有兩全其美的 他都接受啊 要怎麼會這樣呢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主委你有智慧 有這個 我相信你也了解這個 裡面的 大家的那個想法 那我也告訴你 我接觸的他們的想法 都可以做下一個平坦 我覺得如果說一個論壇 大家 我建議的是 市議會來主辦 然後 支持者包括市政府 包括支持的里民 里長 都可以來說明 他們的需求 那甚至建築師 有什麼 或者一般公民 他也可能說 如果你蓋環保一點 也許他會接受 環保團體也可能 因為你這樣的主張 也許他 不一定完全接受 可是至少你提出這個方案 是比原來好 不蓋 跟要蓋 蓋要蓋怎麼蓋 兩個方案 看要前進去的人 要裡面去辦個公投 或我們辦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的方法 不管怎樣辦的方法 是雙方同意的 一定有一個solution 也許他不會說 哪一方面完全滿意 至少說公共政策 1.5好5敗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說希望 研考會 你上次也說願意承擔這個事情 我們很高興 那是不是我們有一個轉彎 然後讓這個案子 其實沒有一個說是把它搞成政治議題了 背後沒有那個目的 很單純 就是一個公共政策的一個選擇 那一個修正 那是不是可以被接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有關果菜市場 大家知道那個打通 提案也是很多議會提出來 希望能夠打通 然後包括志鴻齒的需求 包括果菜市場的定位 這個其實都大方向 大家也都同意了 可是在拆遷的補償 有它歷史的背景 應該補也補也補也 是說有很多訴訟 那這個還是我們有可以 用新的方法 去面對我們新的 除了尊重歷史的一類議題 跟所謂他們的爭議點 我們政府還可以做什麼調整 我們還是有手段 我們還是有方法 可以去溝通 那可能我們就站在一個 依法行政細顧為帕西壽屋 那種下不必要的 所謂的衝突 那我是認為是 這些都是有方法去解決的 轉個彎開放的 可能反而能夠找到一個答案 那這第一次發言 那先就這個議題 那請主委 是不是你有信心能夠處理這些議題 還是我說了你做一次回答 好 不好意思 第三 我跟區長 切定鄉的區長 這兩天剛好在那邊喝咖啡 大家都不是在一個正式場合 大家聊聊聊 我就問起這個切定 私地的一個問題 我也問他說 私地環保現在是一個險學 現在說的百分之八十九十都到的 但是地方有地方的思考 包括要開路 九十一年都確定要開路 但是現在如果說 如果不開路 會影響他們的利益 到底是影響什麼 有沒有替代方案 那環保團體所堅持的這三個領域的三塊的一個私地 不允許切過去 那私地如果說 有時候我們會笑說 當年那個吳敦衣 吳院長假的 白海就會轉彎 那人家如果說 欸 這如果不在這裡 事實我們也說過了 那家裡如果說 這裡不像我會刷的那裡 環保團體笑了 那自然是不是這樣 有可能 因為這生態 有些它是 長年累月在那邊棲息的 有些是 前幾年才設的 它就過來 你改天再設在那邊 它也會過去 但是這不是我們自己講 這有哪些的研究單位 它可能如果你這邊改變了 或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是不會影響他們的生態的 市政府必須要提出這樣的看法 如果你支持 你要開路 你要提出這樣的論述 而不是都不回答這些問題 大家都在那裡打迷糊 大家都說 我會對 光這三個議題 我看到的就 就有些沒有再進一步討論 讓很多市民 都會認為說 市政府就是依法行政系的 共得收尾百姓的想法 造成這個很多的抗爭 那又扣到一個環保 環保的一個意識形 一個價值 你市政府怎麼都變 因為你沒有要再輸課嘛 因為依法行政還是說 你如果再去思考這些問題 站在對方的立場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 可以對話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三個問題 請留我們的主委 能夠聽聽的意見 水打 跟議員報告 議員剛剛講的其實都很對 其實議員講的就是一個 很多事情都會有一個解決之道 有一個中道的解決的方式 那沒錯 就像議員一開始講到說 美國的選舉 其實在美國住很久 我知道 很極端的意見 在美國是不可能出現的 那這次看起來好像是一面倒川普 其實你仔細去看 因為美國的選舉制度不一樣 所以他差幾票就變成一面倒 其實他選票是差不多的 我相信他將來美國 還是會走回 不會非常很大的一個變化 回到剛剛講的這幾個案子 不管是國財市長李柯勇 或者是師弟 其實議員講的說 要好好去安排好好協商 其實也在進行 議員也應該都知道 譬如說像國財市長的安置 安置的方法是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想辦法能夠滿足大家的需求 那個李柯勇也是一樣 一開始說要砍樹 後來變成要就地移樹 後來樹的樹木越來越少 也變成一個生態的工法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可以 上次我也特別想要舉辦一個公民論壇 只可惜就是說我們台灣要慢慢學習說 不要有太極端的意見 假設你說我所有的發展 一棵樹都不能連移都不行 那可能會比較難談得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因為現在都有各不同的幾處在處理 一個是文化局 一個是農業 所以我會把這個意見再轉達 大家可以再好好考慮一下 其實上次議會也是要我們舉辦公投 因為反正是失靈會討好 那當然是要雙方都要同意 那市政不要同意你 我們要同意你 那我們一定會來辦這樣的一個論壇 讓一個大家再把各自的想法 要改現的一些再提出來 然後再來做這樣 那我們希望今天的一個資訊 希望都會跟市政跟文化局 再協調一下 然後我們再跟議會 我們要議會都是一個發展派 大家不會有偏向的一個 大家會不會選擇 大家會支持我們對準 我們會偏向的 那我們是要讓他看的一個 就比較好的一個方法 那希望各位都帶過去 再理會就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張安中議員 十五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我們民政部門所有的各位局長 我們所有的科長 副局長 以及我們的議員同學 在我們的電視機最關心 我們高雄市政的 我們的市民朋友 大家有安 我在這裡找到一個 有安檢的案例 來提供給我們的局長 給我們的民政局長 來一個類似 我們的當局市長 一直在鼓勵我們高雄的年輕人 要計算幾個孩子 當然我們為了要鼓勵小孩 鼓勵小孩的生意 當然我們會用一個生意支付 來去鼓勵 當然過去的一萬塊 提前到現在四萬六 在四萬六的過程 上一天 漢中有一個個案 這個個案當中 我要去拜託 現在在我們的議會技術廳的旁邊 應該我們所有的 前高雄市的負責的責任 都在場 我在這裡要提供 今天這個案例 是不是我們未來 應該還是會碰到 未來有可能會遇到 我要記得這個案例 過程 我們在高雄市 要有住一年以上的市民朋友 可以讓我們去 取得我們的生意補助 但是要取得生意補助 要一年以上 但是這個 社群家 他去年11月 找事 買家來搬來我們的風山 但是11月找事 到今天 他應該剛才超過一年以上 超過一年以上 其實我們正常的小孩子 我們在牡頭裡面 我們在母親的牡頭裡面 正常是39週到40週 當然在39禮拜到40禮拜 這個生產期是正常 但是這個案例是 到早產額是32週就生了 他真的將近 目前也要在保溫箱裡面 目前也在保溫箱裡面 但是 我要在這裡 拜託局長 是不是 像這種 我們的書證證明 拿到我們的副證書所 要來去辦 嬰兒的登記當中 當然我們會去取得補助第三胎 這是第三胎 第三胎的補助過期是1萬塊 但是後來每個月多少錢 現在我們就直接用4萬6元補助 但是這是 總是這個少年傑 在我們的副證當中 在登記的過程 我剛才看到他沒有負荷一連 不夠一年 但是不夠一年 我們可以幫他推算 說這個孩子在一年 十個月前 他在北都來 如果要正常的話 他絕對負荷我們高雄市 是一種的 生意補助的 符合他的標準 當然在這個案例當中 我會拜託局長 是不是有這種個案 補助的單位是我們社會局 我們的負荷 還登記後 登記孩子生後 登記後 我們把這個案件 移送到那個社會局 補助的單位是社會局 是不是 在我們的副證當中 就不要直接給他寄責 不要讓他輕輕剝奪這個業務 是不是 絕對 在這種過程當中 我們的負證 第一線是負證 第一線是我們的負荷 來定義孩子的社會生 他要登記 登記他在 行程生意補助的當中 我們就不要給他 當場就給他寄責掉 是不是 我們要用一個 我們這個孩子 社會證明 他的什麼情況 他是什麼情形 他是什麼情形 之下 比較不符合 這個一檔的 我介紹說 有可能 未來還會碰到這種情況 在未來 還對的這種情形當中 因為我們 一些少年家 一直看來 我們的成績市長 鼓勵 我們的少年家 計算的孩子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不要在當場 來到負證登記當中 就寄責掉 是不是我們負證有責任 來跟他這個 比較不一樣 比較特殊的案件 我們寄個報告 讓社會局 來去跟我們 上級單位 來討論 這個是不是要補助 不要在我們的負證 第一線 就寄責掉 你不夠一年 那沒辦法 這種情況 是不是我們未來 可以來做這些改善 帶我們一些 市民朋友來 來 帶他們 給他們一些 我們 像我們 像成績市長報告也好 像局長報告也好 是不是 他可以來用個案 來取得這一種補資 是不是局長 這以後 未來 我們的負證 剛才第一線 是不是這個可以來 納入 我們去做 做一個專案報告 給社會局 在社會局當中 他提報到 上面去討論 這不是要補助 要不是補助 這樣比較不一樣 我們在八歲 第一個就 打錢 回來 他很辛苦 他也很辛苦 當然 他怎麼去找我 他有碰到這一種 他需要 他現在小孩在保溫箱 他本來 他的小孩 正常39禮拜生 他也沒去保溫箱 沒多花錢 他現在就是一個小小的家庭當中 有可能他很需要這一筆經費 來去 協助這個嬰兒 這是不是機場 這是不是可以來 從我們整個大高雄市的 副證事務所的承辦單位 承辦他們的窗口 可以去 不要直接就拒絕掉 是不是可以做到這一點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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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長議員 我相信沒問題 我們會請這個議員 你所建議的 因為他這需要居住滿一年 我們是代辦 但我想我們會把我們所有的貨政主任 把我們所有貨政主任跟他們說 就是說基本上這種的 我們先向議員說 我們沒有適合拒絕 我們把整個案 我們送湯匯到社會局 讓社會局來認定 看是不是可以來補助 這家庭的孩子是好事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鼓勵一下 就因為你應該 我們同學市長一直鼓勵 我們高雄市現在一直 孩子 他怎麼來找 所以我們一直鼓勵 年輕人生的孩子 當然 年輕人生的孩子 今天 因為我們去32禮拜就生了 應該沒有一個 他的媽媽還是爸爸 他也是期待正常 甚至39週到40週 碰到這種情況之下 他又沒有辦法取得這種 其實他以前在我們高雄市還好 但是去年他才11月14日 還買到我們房子 剛才買到我們房子 結果到負政都說 你不夠一段 抱歉 其實有這種個案 我拜託局長 是在來研議一套 讓百姓非常的 他很遇到負政就說 沒有辦法 這樣他就要領贏 他整個 整個 那房子就要領贏了 是不是 局長這個 拜託啦 好 沒問題 謝謝 那應考會 主委我要麻煩 因為其實 我在 中間 應該是幾個月期 當中的 我要說1999 1999其實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服務案件的平台 1999是一個非常好的 我們從入屏專案來延伸到現在的1999 從入屏專案的延伸到變1999 我一直不敢 真的不敢1999來去造成今天給我們公部門的一些業務上的家庭的業務上 包括家庭我們很多不必要的工作來參選有夠多 第一點 我在議會中有說到 我們1999 經過報告 打到1999來我們會風發 是不是1999打來會風發 那一種是要去警察局還是哪一個單位 都要風發 但風發呢 絕對要 要報告說這個案件有沒有有沒有結果 我們現在要求是這樣 我們的要求是說1999來 你風發出去 結果要回報 在回報過程我要麻煩 我們所有的相關單位 1999的單位 因為目前 我們的政府 這個1999 就要給我們 這給個人 用他們個人的 這 資產品 讓我們政府 來給他們的個人 迎完 來用1999 這他這報復的手段 給我們的情侶 非常多 非常多 包括我們議員 給我安靖非常多困擾 第一點 我幾個例子而已 我不會說這樣是對還是不對 我是幾個例子 一個 我們在大四五十年 的鄰居 他三四十年都是 相處的很好 我都相處得很好 他為了一個小事件 兩個 做來產生感情上的糾紛 感情上的糾紛之後 他沒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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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 他為一個 吃煮飯 那個提煙機 這樣一個事件而已 又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事件 他就用1999來去做這種 讓我們公部門來 會浪費很多資源 讓我們的公部門 農費有夠多資源 讓我們的公部門 要去到那裡 有可能 我不要說什麼單位 有可能 要去到那個單位 當中有可能 我們的公部門 可能要派四五的鬼 其實 四五的鬼 我們都是 我們的 時間 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 大家是 時間真的有限 浪費這種資源 我一直看很不敢 所以我們可以去研議一套 這個1999電話 便是 因為很簡單 這個電話打來 早上是這個電話 中午也是這個電話 晚上也是這個電話 我們第一個電話 我們給他納入 可以隨時怎樣去 你點去的是什麼安靜 但是 阿波來還這支電話 晚上再來還這支電話 門仔再還這支電話 我們這 是不是可以 在第二通電話以後 我們就要納入考量了 是不是 我們要看納入考量 不要說這個電話 電視所說 一通二通 三通四通五通 都是這個電話 我們還在那裡 我們又為了這個 每一通都是提報 提報 我們在那製業的人 他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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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回報 就是 那個 主委 這個 我提供的這個看法 可以來去 真的 我們要研議一套 不要讓我們公部門 來浪費這麼大的資源 讓消費他的資源來去產生浪費掉 我們就 我們的 一些公部門 包括我們的 公部門 包括我們的 包括我們的所有的警員 他們 他們都非常 都很忙 的規定 就收到這個 沒有費還不行 買去 去給八成 再產生 不好的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 管感 是不是 主委這個方面 可以不可以來去 真的 服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 跟議員報告 這個的確是一個我們很注意的問題 就是如何去改善 那我們其實 現在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 你來 這個舉報 這個一定要 具名 匿名的是不接受的 第二個 如果在 同一個時段裡面 用同一件事情 一再重複 重複 來 這個 這個 陳情的時候 我們要 把它併案來處理 不是說你來三遍 我可以處理三遍 所以 我們 那 有些事情 他如果說 一再 就有 有 進乎在那種 重複在 在 在 選舉這件事情 我們事實上 超過三次之後 我們也可以 不處理這樣 主委 我是 麻煩 你 不要浪費我們的 神聖 行政部門的一些 神聖 我們的行政部門的一些資源 我是很期待的 是 我們的法律 我們要求 那是我們的目標 主委 這邊 是不是 麻煩 來去盡量加強這個 我剛才你提供 會 逃走方向 好 以上 好 謝謝 張安中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鄭光峰議員 請請 蘇文中 謝謝林武中高級人 民政小組我首先先來請教一下我們研考會的主委 因為我拿到你那個這一次我們的105年施政的滿意度的調查 都是最近的一期 那我記得我上次有針對市長的一個民意調查 我記得上次除了他我們講好的部分就不講了就是上一次的結論是有我記得有一個議題是叫做高雄是對那個清潔的不滿意度非常的偏高 因為我看這一次的民調好像沒有再繼續追蹤是不是 那是不是有的話等一下我們的主委回答一下 那在這一次的民調裡面比較不同的地方我想有兩個 一個是我們有針對年輕的族群裡面有針對20歲到29歲 他有講到時代力量 我曉得主委這邊是不是不管是不是主委來帶打的主打 或者那個設計的怎麼樣問他知道他是時代力量的支持者 這個我想說還蠻興趣的 因為我看這個比例還蠻大的 就是泛南的部分的大概是他的三分之一 我想那個比例也蠻大 所以政黨的傾向第一個是時代力量到底是怎麼樣去界定的 第二個就是說也剛好也趁這個機會好像也跟我們民政局的那個每一個區公所 市長交代說要不然對一個庫公所對一個好到壞 好像也有做一個民調其中有幾個是納馬下還有古山區 古山區當然就是一個比較一個比較高級住宅區的地方 那是比較中產階級的地方 我想是不是等一下都來請教一下主委 那是不是這幾個問題先請教一下主委 就是上次的那個追蹤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們很多的高雄市民對市長比較不滿意的 可能這直接上就是對一個環境的整齊 他們對這個期待滿身丟煙地 還有一個街道的整齊對這個不滿意度是很高 上次是這樣 那這次不曉得沒有這樣做一個規範 還是說為什麼不要再追蹤 主委請回答一下 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每一次的民調有分成固定的部分 跟特定的議題 這個開放式的議題 譬如說他可以講說我對於什麼露宿啊什麼的 那可能會納入我們一個譬如說 這屬於清潔的整齊的部分吧 那但是呢上一次的那個民調 我們是有針對特別針對清潔 另外去做一個調查 那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我剛剛講說你自己來說你不滿意什麼 那個樣本數非常少 因為市長譬如說他滿意度70幾% 那不滿意30幾% 裡面的人又譬如說10%就很少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針對公共議題 譬如說你對於這次的颱風的處理滿不滿意 類似這樣 那上次有處理那個 我想主委對不起我中斷你一下 就是說希望能夠把這個議題能夠持續的追蹤 本席是這樣的建議 因為我也覺得說到底是不是真的 高雄市他們美觀的環境 那種清潔的環境有變好 所以我們這個議題就不再追蹤 我比較了解的是這個議題 那當然我覺得因為上次的比例有點偏高 所以我特別上次也跟請教一下主委 因為我很想這個答案的最後續的追蹤 那我覺得這個下一次的那個議題裡面 因為你們這次有針對 也就是說因為有颱風的關係 風災 還有果菜市場的特別的議題 那看起來這個議題是跟我們高雄市的光榮感 它是有match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高雄市民的光榮感大概有八成 那我對高雄這一次的我們市政務拆這個果菜市場 大家對這樣的一個支持度也是八成 所以這個很match 那第二個問題是不是誰能夠代表說來 這個時代力量你們當初在電訪的時候怎麼樣 我可以回答 就是說我們每次對於被調查的群組 我們有問 譬如說你的年齡 或者是你自認為屬於哪個政黨 我們一直都有這樣問 那作為一個背景資料 所以他也特別 因為我看這個資料是二十歲到二十九 所以我生氣也很麻煩 他自己就主動說他就是時代力量這樣是不是 我看這個比例還蠻大的 因為今年是選舉年 所以以後大家會比較會表態說 那我支持什麼 所以我想這也是我們發現這個事實大家參考 對 那第三個問題是 我看那個你們對一個區公所 我想這個市長還蠻重視每一個區的表現 但是每個區的那個 其實環境可能不一樣 那看起來比例上 是不是古山區那邊你們那邊特別的原因 來做一個註解跟結論 那馬西亞燕我覺得那個比較偏遠 也許跟在主客觀方面可能不容易去判別 那就古山區那邊主委的意見是怎樣 我們我們對於區方面的有一個調查上的一個問題 就是像有些像那馬西亞燕像樣本數非常少 對 所以他統計寫上的意義就比較低 那像古山應該樣本數還不少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這次問的其實是說對於區政 譬如說我去區公所他的服務態度怎麼樣 至於說這一個區呢 他譬如說交通怎麼樣 其實如果去規則於區公所其實也不正公平 他其實肯定是我們交通局或者其他環保局的業務 主委是這樣 當然這個民調出來 市長會看這份民調說 那古山區長哪一位 為什麼這個民調這麼特別你的那個不滿意度最高 那所以在這個民調裡面 我們想說是不是哪一個部分出了哪些問題 總是他的那個我們所謂的標準差或者哪個部分 我覺得可能證明新區長去那裡是沒多久 還是說去那裡的地方 大家對那個地方經營不到那個那麼透徹 當然那是不是有特別的原因 你們在民調裡面 我跟民調我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有跟市長就是說說明 其實到這個區譬如說古山區 他不滿意的人有30個人 樣本只有30個人 那30個人我們在問說 那你對什麼不滿意 假設30個人裡面有10%對於環境不滿意 那30個人的10%就是3個人 所以我們也跟市長解釋說 單單如果我們將來要做這個的話 要特別針對某一區比較大的樣本來做 會比較公平 這樣的話沒有科學根據 以偏概念 就對他們古山區也不盡公平 所以我們不會用這個去 如果靠到這民生的親情說這個很棒 這個朋友很棒 如果只有30個這樣的 我是覺得這不大到我們可以評斷的依據 那個並不是規則於區的責任 的確是這樣 所以主委我是覺得建議說 如果真的要針對區公所的部分 我覺得也要慎重 我是覺得可以把我們民政局這邊 你覺得要針對哪一個部分 做一個比較有科學根據 就是這個樣本數 我覺得都一定要達到這個 我們學術上的水準 都要超過一千1.24 這個策略 那個關於區的調查裡面 我們這是講 對於區務 就是比較值得看的就是 對於區工作服務滿不滿意 這一點 但是如果說 這個區裡面的交通不好 這跟區長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我市長有重複了解 他不會用這個來苛責任何一個區長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沒差 你這樣用 這樣用會有點Rough Rough就是比較粗糙 我覺得如果真的 因為民調裡面 我們要去反映出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那如果真的要做 倒是可以 主委應該跟民政局做一個探討 這些問題的設計 那真的是可以直接 我們很清楚說 過半年之後 真的每一區做得怎麼樣 可以 因為每個地方有的人 是比較屬於漁業區的 像我們修工那裡 也有海也有空也有山 每個地方的環境不一樣 你只是針對區公所裡面的行政人員 就那個地方 我覺得那樣的設計或許比較妥當 代表說這個 大家對這個行政的機關 而不是對外的表現 這個兩回事 所以這個我想要替他們做 我們的確就是做這個而已 就是可能大家會聯想 對 好 那主委大概是這樣 那請坐 那第二個問題 我想到想說1999 那1999其實 我們也有時候 來接受我們陳請的人 譬如說違建好了 我想是 都一直 可能鄰居的關係不入 或者 有些人就是檢舉達人 真的煩不勝煩 那 包括很多的人 說 為什麼這樣 我們這個車區 那這樣很多 剛剛我想我們張漢中醫也有提到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如果說據名 那我覺得我本期非常的接受 應該讓他 你如果要覺得你對這個城市好 你的粗阿點是善意 我們為了這個城市好 不是建立在這種仇恨對立 那我們覺得這樣的一個檢舉 對這個城市好 我想都是好的 不過我想1999是一個人性的表現 這在裡面充滿的說 我就是要去檢舉 我就沒有死 我想這個地方是 我想我們的 應該是我們的主任這裡 應該就非常的清楚 那主委我現在是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我最近坐基金車 有沒有可能說 我們1999再另外一個 叫1888好了 我們連坐基金車都可以 市民都可以 統一到打一個酸線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我發覺 這些基金車的業者 其實他們被電台這些的 這些的電訊的業者 抽的太多了 我覺得這些 他根本的這樣的一個 這些的被抽掉的 他本身只要塞車 塞給電車的收入 就因為這樣大概佔了兩成 我們如果市政府能夠把 類似1999的概念 我們就只靠1888 188就可以直接就聯絡到 我們要誰 車行就來跟政府 報得的話 我就負責把它再轉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政府是可以 編預算來做 而且可以讓我們的市民 信任感的 我們不妨可以來做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計程車在哪裡 其實你就打1888 大家都很了解 要減機的1999 要叫電車1888 這個我覺得也花不了多少錢 主委你的意見如何 議員的意思是有一個統一的號碼 可以叫各種 我前一陣子 我不知道是看哪一個城市 好像在實驗做這種 我忘記是台北 我覺得演考會可以來試看看 我們可以去 因為這邊的預算並不多 我覺得並不會很多 而且我看現在這些基層的 計程車的業者 他們所受到剝削的還蠻多的 我想應該替他們這些人 因為第一個市民容易計 第二個他們覺得放心 因為直接是政府機關的這個專線 第三個我覺得直接照顧到 這個我們基層的這個計程車業者 這個我們來研究一下 好不好 我想這個 我是距離這樣的建議 那我今天的質詢就到這裡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何乾隆議員 15分鐘 謝謝我們今天的答會主席 林武中召集人 我們今天市埔團隊的民政部門的 這些同仁 市民朋友 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我想今天民政部門的質詢 全豐首先要來 想要跟我們民政部門來探討一個 其實這兩年在台灣 蠻有趣的一個議題 就是所謂的參與式投票 參與式預算 參與式預算 那其實參與式預算 它其實應該是在1989年 從趴西那邊發展到現在 已經經過了快20年 那我想在這邊我先請教一下 我們研考會主委 因為今年高雄市 我們也實施了所謂的 參與式預算的相關的案子 那我想請教一下主委 什麼叫做參與式預算 可不可以請主委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跟議員報告 簡單來講就是說 以前我們的政府要做什麼事情 不管是工程還是做什麼設施呢 是由我們政府自己決定 那我們希望 由於大家人民的知識 越來越豐富 他Google一下 什麼都看得到 我們希望能夠讓人民跟民眾跟政府 一起來做決定 但是這是一個實驗性質的 當然是小規模在進行 變成一個政府跟民眾的 一個夥伴關係的學習的建立 謝謝主委 沒有錯 如果用更學術的話來說 他其實參與式預算 他最簡單的說法就是說 他強調人民直接決定一部分的公共預算的支出 透過共同討論提出預算計畫 甚至還要經由投票決定預算支出的優先順序 所以以這個來說跟我們過去只能透過 甚至從里長、議員、立委、民意代表來編預算的代議政治 他可以是被看作是一個直接民主的一個實踐 從這個部分我們其實也看到參與式預算 他其實演變到現在 甚至在台灣 這從2014年柯文哲選市長的時候 他也強調了參與式預算 讓台北市民來自己決定自己的預算 其實這兩年下來其實不只在台灣 其實已經發展出很多不一樣的樣態 從巴西來說 他是強調人民要從政府的手中奪回權力 達到資源的重新分配 可是從台灣來說 我們也看到很多不同的版本 有的是說他要強調是要挑戰既有的政治勢力 讓資源的重新分配 有的他其實不是在意資源的重新分配 而是強調拉近更多公民的聲音 就是參與式參與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所以我在看 我們這一次推動的大概兩大類的這個 所謂的參與式預算 分別是哈馬興的這邊 跟所謂的老年人跟婦女的這兩個議題來說 從哈馬興這個案例來看 其實我看到一份報導 我覺得其實他滿有趣的 他說哈馬興這個部分來說 他告訴我們說其實當地有一些 如剛剛劉主委講的就是說 人民越來越有很多知道的這些相關的事項 那他也有很多想要去建議的部分 但是他可能不敢去跟最直接的基層的里長反應 沒有去跟里長的建議 他透過打1999 那後來他發現了 哈馬興他們在進行所謂的參與式預算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就透過這個參與式預算的部分 希望能夠在這個當地有一些建設 那如果談到這個 我就會民政局長也在這邊 我就想要請教一下我們的民政局局長 這樣子是不是就是有點 這樣子的模式 這樣的一個案例這樣的模式 是不是就讓我們看出說 這個民眾他沒有透過過去傳統的這樣子 透過里長來反應 透過議員來反應 他反而是透過這樣參與式預算的一個方式 希望能夠在自己居住的社區 能夠爭取到什麼樣的建設的同時 其實就某種程度上在打破 我剛剛講的一個案例 打破原本傳統的政治勢力的這樣子的一個模式跟處理 甚至對里長有某種程度上的這樣子的一個 我不要說反抗 就是不信任感 所以他不願意透過里長來做這樣子的反應 然後我想用這個案例來請教一下我們的民政局長 你對這個案例 然後對這樣子的參與式預算來說 你的看法是什麼 來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也謝謝何議員對參與式預算 我想其實議員講得很正確 我覺得其實多元的社會就應該要有多元的管道 其實可能還發生 不管是在就有的政治體系裡面 或是我們的那個新的參與式預算 我覺得參與式預算的重點其實是在參與 我覺得參與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所以你認為參與比結果更重要 簡單而說是這樣 是 謝謝局長 局長這個部分其實就回答我一個很大的疑問 所以接下來要請教一下我們的劉主委 剛剛張局長說 他認為參與式預算的重點是在於公民的參與 而不是最後的結果 所以我就想要請教的是說 那今年演考會 我們委託人家辦的這樣子參與預算的這樣子的活動 當然我剛剛也講大概分兩大類 譬如說 婦女老年的議題 那看起來是一個蠻大的議題 所以我看到演考會 我們是用分區來做 分區來做一些執行 那這個相對的這個議題 跟可能通過之後這些案子所要花的經費 可能需要透過個局出來協調 那這個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可是反過口來看 哈馬西這個案例來說 他通過的這些案的結果裡面 他大概是 通過了大概五個案子 他分別是譬如說監視器的普查的見檢 那鐵道文化園區應該要來辦親子活動 古商國小遊樂設施的修喪案 活化里民空間的二樓這個部分 那這個看起來我們是把它 從源頭我們就把它限縮在地區上 讓居民來提供他們的建議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參與 透過這樣的一個投票來決定這樣子的一個程序 那這看起來又跨了好幾個局處 我想要請教主委的是 那這個看起來可能可以很快 就可以來達到最終的結果 那高公司政府要怎麼讓來達到 這個參與式預算的最終的結果 就這幾個案子來說的話 來 請主委 這幾個案子我們有幾個特點 剛剛講到沒錯 其實我們的參與的過程 賠儀的過程比真正的投票還重要 那我個人也參加幾場討論 因為這有好幾個說明會工作方 那我很受感動 因為參與的人很熱烈的討論 然後彼此辯論說這個案子怎麼做比較好 比如說這個古山國小 那古山國小的校長也來 那附近的居民 因為這跟他們確實相關 那而且那個萬教授講 他說其實我們跟其他城市一個很不一樣的 大概只有我們 是把我們的公務人員 我們各局處的人 相關的局處的人 拉到現場來參加討論 那這有什麼好處 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不會做出一個不可行的 那個我們可以跟局處本來的目標融合 因此我們並沒有編定一個像台北市說 我參與式預算有幾億幾千萬 沒有 我們其實是這個過程 是由研考會來支付這個行政費用 但是一旦形成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可能需要二十萬十五萬 我們就請各局處 納入他們 今年可以執行 今年就執行 今年不能執行 納入明年 那因為事先我們都溝通過了 所以一般我們的局處都很願意配合 如果局處他不願意執行的時候怎麼辦 因為這是一個前市的 就是不只是 這不是研考會說要做 我們已經在市政會議裡面 就是市長副市長都討論過 而且我講一個更白話一點 就像我剛剛請教張局長的一樣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透過參與式的預算 決定了這五個 看起來它不是很困難 我比如講這幾個案子 它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那要做也很容易 那可是這些局處 比如說我也舉民政局來說 他可能有一個正式的管道 是里長來建議的時候 那這個案子有可能當地的里長說 我還是建議不是這個是第一優先 可能是另外一項是第一優先 那可能民政局受到這樣的壓力 民政局他是要聽里長的建議 來做這個參與式預算的結果 來聽里長的那個部分 還是我要來優先做你這個 研考會做完的參與式預算的這個結果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目前來說很有趣 這就是我剛剛問的 到底是重視的是過程 還是重視的結果 那甚至是兩個都要重視 我覺得這個部分 理論上是有可能發生這個衝突 以我們目前的做法其實是不會 其實我們並不是用直接民族 來取代間接民族 我們是在間接民族之外 用另外一個小規模的 直接民族的方式來補充它 所以本來有很多案子 這個案子可能被壓得很低 但是因為經過這麼多討論之後 他的那個優先書記往前面提 但是他的那個size 他的那個預算規模其實都很小 也不會影響到原來的 主委我想你講的是另外一個 一個這個參與式預算另外一個面向 有一些的實際參與式預算的案例 他是透過參與式預算來決定 施政政策的優先順序的重新排序 所以我剛剛就講 那我們現在高雄市我們現在要做的 我們是把它重點我們是放在哪一個類別 就像張局長講的他看的可能是過程 那所以他看的可能是這個 這個參與式預算的這個共同討論的過程 簡單的說就表示什麼 民政局長他可能不見得會去做 你參與式預算的這個結果 這個是一個很很現實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跟民眾講的是什麼 其實這繞回來其實也會有一個重點 如果今天我們告訴民眾說 我們可以透過參與式預算來做一些事情 然後來透過爭取一些建設的時候 其實就我看的不管是世界上也好 或者是台灣比如說台北市 主委你剛剛提到台北市也好 甚至新北市也好的一些案例來說 它其實都是發生了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我告訴民眾說 現在可以透過參與式預算來做一些處理 來做一些政策 來做一些建設的爭取的時候 但是如果如果我從小的案子 最後最終出來的這個結果 我們的市政府 我們的相關的舉出 他就不願意去做 那民眾就不會再有 對這個參與式預算 願意來參與的這個過程 我想它是一體兩面的 這個我們要怎麼去 我們很小心的在處理這件事情 第一個 譬如說我們有一些 有一個案子是針對在護嶺或者是高嶺 那另外一個案子是針對在賓縣 就是那個哈馬興跟這個沿城區 它的整個文化生態的改變 那範圍在這裡 另外有一個機制是 我剛剛講過 其實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各級數都有派人參與 所以在這裡面有互相討論 互相辯論 互相修正 所以就慢慢會驅同 不會說非常很對立的說 你拿出來跟我們是南野北策 我就反對你 所以你還是重視這個中間的這個過程 那結果怎麼樣去處理 結果會去落實 或是說如果比如說像這個 哈馬興的這個部分 結果是研考會這邊要來主折 要來去落實最終的這個結果 不是研考會是分散到各局處 對啊我剛剛就講 各局處都有參與 誰要負責去 如果他譬如說以民生局來說 我們會追蹤 研考會負責追蹤 對啊所以還是你這邊在追蹤 是 我覺得這個其實小的案子 既然我們現在要推這個 所謂的參與式預算的同時 有一些這個建設性的部分 就這些小的案子 是不是可以跟各局處做好更好的溝通 然後有研考會這邊來做一個監督的執行 這樣子可能我們再持續走 這個所謂參與式預算的這個過程中 民眾他的參與程度會越來越高 其實同樣的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扣掉哈馬興這個案例來說 這個這個案例來說 我想研考會在另外一個 比如說老年婦女的這個 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 他最後中的提案 他是還有一個投票的行為 一樣啊投票的行為 我是沒有去特別查到你們這個投票的比例 那我想他一定是非常低的 他一定是非常低的 那你一定要從小的部分做起 然後甚至有一些執行率 民眾對我們未來持續要走這樣子 參與式預算 他才會有更高的意願來做 做這樣跟我們共同來討論 這樣子的一個相關的議題 這一點我們研考會扮演協調跟追蹤的功能 謝謝 那所以同時太好了這邊 我們其實看到 臺灣現在有一個 另外發展出另外一個樣態 當然告訴現在是沒有 就像新北市 他其實是有透過議員的建議款 來做所謂的參與式預算 是不是這樣主委 因為新北市有議員建議款 那他有一個議員在達官裡 他把他的錢拿出來 讓大家決定 對 當然他後面衍生的問題 是跟我剛剛提的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參與式預算要做 有關建設的部分 可以做這樣來處理 這個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那我想也邀請主委回去跟市府建議 未來有沒有可能透過這樣子 讓如果真的只是建設案的部分 那透過公民的參與 透過這樣的排序 讓他的政策 建設的執行率更高 謝謝主委 謝謝主委 那再來 兩分鐘 我想要請教一下我們的人事處處長 其實我看到我們議會同仁的臉書 我想請教一下同仁有一個臉書 他下面有標了一個 其實我看的蠻有趣的 他說他寫了兩行字 就是市府的局處處長 今年出國請假天數比率最高的 誰是第一名誰是第二名 我想請教處長 前三名是哪三個局處 你現在有沒有資料 謝謝何議員 謝謝何議員 我想 我印象之中 出國最多次的是我們觀光局局長 因為他負責觀光的部分 那第二名比較多的是我們教育局的換局長 那第三名 第四名 大概是四處 有幾個是曾文生 金發局 還有幾個 我記不來那個順序 以上 謝謝處處長 我覺得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說出國第一名的是觀光局 我想這沒有人會意外 那出國第二名的居然是教育局局長 那第三名是金發局局長 那這個部分就可能讓我們覺得有一些訝異 那所以我想處長的那邊應該都有這些人出國 那出國的原因是什麼應該也都有嘛 那個可不可以提供給我們 好 謝謝處長 今天質疑到這裡 好 謝謝何錢榮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翠軟議員15分鐘 各位主席 我們議會同仁 還有民政部門的局處所長 我們的團隊 還有關心市政的市民朋友 還有我們的記者媒體小姐先生 大家好 大家辛苦 本身陳翠軟 針對我們民政部門業務報告資訊 首先 針對我們秘書處的 有關我們秘書處這裡 我們現在我們的新政府 新的政策 那我們新南向政策 要反映在我們的姐妹市 所以 離我們高雄市的姐妹市 遠不及我們台北 我們高雄市人口 兩百七十七萬九千萬人 那戰地的面積有 兩千九百五十二平方公里 那台北市的人口 是兩百七十萬五千人 那台北市與新北市 基隆構成的台北都會區 它的面積是兩千四百五十七平方公里 那我們高雄跟台北 這個人口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也不會比台北還差 那台北市的姐妹市總共有三十二國 那四十七個姐妹市 那我們高雄只有十三國 三十個城市 本身看 我們高雄應該不會比台北差 但是我們高雄就 跟台北比較 這樣差十九國 十九國 十九國 然後那個 少了十七個城市 所以我要在這裡拿出來探討 那從我們的秘書室這裡的業務報告 可以看出 幾乎好像都是講到日本的包王子 那我們跟包王子的互動 好像也是從一百零二年左右開始 還有一些韓國 福山 那從我們高雄市的姐妹市 本期有給她分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有在互動的 像我們的澳洲的布里斯本 還有日本的八王子 那又從我們的 還有一段時間都沒有互動的 像美國的金居市 它我們互動的時候是二十世紀 就是我們高雄縣的時代 那當初是我們高雄縣長 帶領我們的中華青棒代表去 美國的金居縣 還有日本那邊去考察 所以是很久的事情 是二十世紀 高雄縣長的時代 那現在也是二十一世紀 已經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沒有互動了 那第三種是幾乎完全都沒有互動 就是羅德代寶寺 那是從民國 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五號 跟我們高雄縣成為姐妹市之後 我們的市府的官方網頁 連一個都沒有完全都沒有互動 所以本期有給出來說 我們城市外交 我們由於我們的 處於比較特殊的國際關係 所以我們應該更著重我們城市外交 來彌補我們國與國的外交 所以在這裡看到我們姐妹是有分這三種 還有在互動 很長時間沒有在互動 那就是幾乎好久都沒有在互動 所以有一些本席覺得好像是 一些城市都只有掛名而已 掛名而已 所以本席在這裡拿出來說 我們應該配合我們的新政府 新南向政策 應該廣交我們東南亞城市 實現我們新南向的政策 像我們的新政府蔡總統有說 未來的目標是東協十國 南亞是六國 還有加上我們的澳洲紐西蘭 這是我們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 未來推動的方向 那就是未來目標就是東協十國 還有南亞六國加上我們紐澳 那從本席了解 我們除了跟東協十國還是南亞六國紐澳這邊 就是城市外交就是比較有互動就是我們的澳洲 還有我們的澳洲還有我們的那個菲律賓還是越南 那其他好像就沒有屬於我們未來 要朝向的未來的東協還是南亞這幾個國家的城市 所以我們應該要迎合我們新政府 要新推動的新南向的政策 所以在這裡要拿出來跟我們秘書處 我們陳處長來探討 是不是我們應該更更廣交我們的東南亞城市 來實踐我們的新南亞的政策 想說我們應該要多建立像我們的東協還是南亞窗口 然後讓一些來我們高雄這邊旅遊 帶動我們的高雄市一些經濟繁榮 我想這是我們秘書處一些我們結交的姐妹室的用意 像我們之前的弟姐姐妹室有這三種就比較有互動的 比較有互動就像日本 那個八王子還有我們的韓國釜山 這些其實他們跟我們互動 是我們台灣我們高雄去他們那邊的比較多 反而他們韓國釜山還是我們的日本八王子那邊來 我們的台灣高雄消費比較少 所以他們跟我們互動其實是要種我們台灣 我們高雄的觀光彩還是一些我們的要種我們這邊的觀光彩 所以在這裡拿出來探討是說 是不是我們要檢討一下我們的姐妹室 很久沒有互動的還是幾乎都沒有在互動的 是不是要做一個檢討是不是只有掛名的一些姐妹室的地姐姐妹室 其實我們現在應該要廣交東協還是南亞這些國家的一些姐妹室 就如同我們新政府所要推動的新南亞政策 這樣我們這樣也可以有多這方面的政府補助 還是來觀光的旅遊補助 在這裡是說請陳處長是不是 這對我們姐妹室的類型 是不是要做一個好好的檢視檢討 那另外我從我們的業務報告裡面還有看到 我們的有一段時間沒有互動的 像我們美國的金居縣 像好像你不曉得你裡面是寫錯還是我們高雄獨創的 199年8月份我們高雄縣長率領中華清邦代表赴美國日本比賽跟香港考察 有去過金居室拜會 那你看一下你們網頁 它裡面寫外交禮儀上有一個姐妹室 那你再給它看清楚一下 你們的官方的網頁 外交禮儀上是有姐妹室嗎 姐妹室嗎 是不是有寫錯 應該不是姐妹室還是姐妹室還是怎樣 看一下 因為本期覺得好像 是不是我們物質還是我們高雄獨創的 你的那邊寫外交禮儀上有個姐妹室 美國的金居室 美國的金居室 那應該不是姐妹室吧 是不是 我們的網路的網頁 再看一下 那針對我們 這個 這幾個姐妹室 我們特別要去檢視 來討論一下 在這裡請我們陳處長 那針對這個有沒有簡單的回應一下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對我們這個姐妹室還有新南向政策的關切 我對議員的詢問有四點的報告 然後第一個先就數目的部分 議員質詢到這個有關於我們跟姐妹 跟台北市的姐妹室的數字這個差距 我必須跟議員報告 其實台北它還是一個政經首都 所以它在當時候的一些姐妹室的地址上面 事實上是有些政策的一個安排下面的一個成果 雖然這個數字其實不算太意外 可是如果真的要比數目來講的話 全台灣人口數最多的新北市 它的姐妹室也還沒到二位數 所以高雄不管是高雄縣或是高雄市 其實這幾年來姐妹室的一個努力的過程 其實是有成績的 這跟議員做報告 那第二部分您提到這個姐妹室現在 有的在互動 有的可能還期待在加強的部分 我跟議員報告 其實跟姐妹室的互動 它這部分非常實質 就是距離 距離設立到成本 所以議員你會發覺說 我們跟我們距離比較近的 日本韓國 我們的互動就非常密切 我們跟美國這邊就會有特定的程式這樣子 那這種交流其實會分兩種程式 一種是議題上的結合 一種是實質上的交流 那議題程式的結合 就例如說 我們總圖開幕 我們一定會跟我們姐妹是全部再邀請一次 看她是要捐書 或是來參加我們的開幕活動 或例如我們港灣城市論壇 我們跟我們城市形態比較相近的姐妹室 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其實這種 我在想 這個其實是比較實質的交流 例如說我們的釜山熊本 因為我們有實質直行的班機 那我們就會促進實質的交流 不管是觀光面向的 物產面向的 或是教育面向的 會有這兩種交流 所以實質上交流的方式會依照彼此之間的距離 會有不同形式的 那我不能夠 我會我們還是希望說盡量不管即使是 時空距離上有困難的 我們還是加強議題上的互相合作 那這是新南線的部分 對 時間有限 本期是希望說既然我們新政府 新的南向政策 那我們應該整條來迎合我們的新政府的 新南向政策 那我是希望說 我們再多成立我們的東協還是南亞窗口 然後讓那個東協籃口那邊 那些的國家可以來我們高雄台灣 因為我們要迎合 迎合我們的新政府的政策嘛 在這裡特別拿出來 希望多廣交我們東協跟南亞 國家的地結姐妹事 這樣好不好 好 跟議員報告 其實就也不是迎合啦 我們確定這個所謂新南向政策 對高雄是有利的 所以我們當然極力的來配合中央執行這樣的政策 那如果議員可以注意到最近的新聞 我們9月份的全球港灣城市論壇 來參加的城市有三分之一 就是我們屬於新南向國家裡面的城市 那其中都有具體的提出 包括直行 包括教育交流 包括開放觀光的部分 那這部分 而且這部分最重要是來參加的這些城市 除了三個是我們姐妹師之外 其實都有在開拓出去 包括緬甸 包括印尼 包括其他的城市都有來參訪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有擴充了這個 新南向的平台 那這部分後續 我們可以趕完成的論壇 它是四天的活動 那後續的相關結論 我們會繼續來做實質的仔細 陳處長我知道 好 謝謝 那本席覺得還有努力的空間 再接再厲 好 謝謝議員 還有努力的拍拼 時間有限 那另外我再針對我們民政局 來 民政局 我們的張局長 從我們的業務報告這裡 那個災難的避難 鳳山 對 遠遠不夠 所以從我們之前的颱風遷襲 槍襲來遷襲 所以我們燕巢這邊有三口被活埋事件 所以市長會非常的震怒 覺得說我們的民政局跟水利局 橫向聯繫部 特別有的探討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有一個新聞報導 那跳過 那本席要探討的是說 我們災難頻傳 高雄的防災準備好了嗎 那高雄這幾年都是氣爆還是 好雨成災還是 連續的颱風 又地震災難頻頻傳 所出現很多 慘重的人命跟財產損失 所以人事行政處 有辦理首都團隊 共識營 像九十等的主管 共識向前行等的訓練 其實在這些災難發生的時候 都沒有看到有效的成效 那像民政局對防災的部分 都只有 做到只有 好像防災部分只有三點 就是更新李明 再 好 再兩分鐘 就是 防災的部分就只有三點 就是更新李明 防災卡 還有督導沙包 整備訊息 還有災害發生前協助撤離等項目 所以本書是說 我們鳳山的災民 避難所量處 數目太少 那鳳山能不重要嗎 因為我們鳳山是最大行政區 三十八區最大區 三十六萬左右的人口 所以 從你們業務報告這裡有寫 鳳山區天然災民 避難所收容處所 你看這裡 那只有二十幾處 那可以收容七千四百四十六人 那本書是說 像你鳳山區公所 只能收容兩百人 那這邊它是收容十里兩百人 現在能力就超過這些人 所以我本書是覺得說 我們鳳山區的避難處所是非常少 尤其我們是第一大區 人口最多 是不是 不就是我們風山 所以拿出來的貪圖是說 尤其現在災難還是地震 如果來襲的話 有但是這邊的避難所 二十處 沒辦法容納我們風山人口這麼多 尤其 你可以只有容納七千多人 七千多人 那我們風山有三十幾萬人 你如果跌倒還是 跌倒還是水災淹水 都其實沒辦法包容收容 這麼多人 好啊 所以本書是說 本書是說 尤其我們風山人口那麼多 你的避難所 我會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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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難發生的這樣子一個收容 避難議題的一個關心 我想其實這七千多人 或者是我們更多 這個避難處所 我相信其實我們不可能去找到一個地方 可以收容三十五萬人 其實今天如果以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來說 其實他的 譬如說九二一兩千多人 我想其實那是已經是非常嚴重的一個災難了 所以其實 當然這避難處所 我們是希望永遠不要使用 但是這些都是 對 位於籌謀的部分 所以如果真的有這麼大型的一個災難發生的時候 我想整個操作模式可能不會是像議員目前想像這樣 那個可能包括我們的學校各方面我們都會開放 那甚至不會只有鳳山地區 我們在整個疏散會是在整個全高雄市的進行 來進行疏散 所以我想也很謝謝議員對這樣一個議題的一個關心 我想先做這樣的回答 是 也跟議員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在整個災難發生的時候 民政局絕對不是只有發放沙包 然後或者是我們做這個疏散撤離 也包括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區公所在一線的時候 包括水漲高了水漲到多少 那哪裡淹水那哪裡需要做這個處理 這個全部都是我們一線的公所的同任 都是民政局這邊在做這個承擔 所以其實我們所做的 遠超過大家可能可以想像的 這可以是說我們的區公所或是民政局 我們可以講說是一個身體的末梢神經 所以所有的資訊其實也都是從我們的這些公所 對我們的最基層來 所以每次在災難發生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公所我們都是一起開設 在一起開設的時候 它整合我們每個區裡面所有重要的訊息 然後回報 所以在這邊也跟議員做個說明 是 是 是 好 了解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曾麗彥彥議員 指審 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今天是民政部門的業務質詢 那 各位局長 以及各位各局的一個團隊 那 各位同事 各位鄉親 各位記者先生小姐 大家晚安 不 不 大家下午好 不好意思 緊張 請 謝謝 請 請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這次的颱風之間 以及之後所造成的這些災害 看到這裡就是我們的禮儀廳 禮儀廳那是這一副模樣 這是禮儀廳裡面的人的規定 你看看整個都年叭 你看看整個都沒有所在的地方站在拜拜 包括家鄉在這個地方 可以說整個都落光了 你看這整個裡面 整個椅子都泰在黃泥土當中 你看整個後面接近我們的工程的地方 一團亂一團的一個髒亂 這裡就是我們人一生要跟他走進去 最後一團爐的這個地方 也全部都是泥巴 你看到處都是 這也是剛講的 這個就是福安福林福 就是這個福治的一個禮儀廳的前面 要走進去拜拜 就是這個問題 我想在2014年的時候 8月12號 我們也曾經遇到過豪雨 遇到過豪雨 遇到過豪雨 那那個時候 那個棺木 那個電視報導 我們那個棺木都浮在水面上 然後下來也是在2016年 我們這個大概是在9月14、15號的時候 是莫蘭地颱風 還有就是說美濟颱風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大家都很清楚 那個人要工作 要出眾 那一隻字看好了 他絕對沒有辦法 說我們有豪胎 我們圓後 那個日子看好了 就是要按照那個時程 去做這個工具 要去辦出山的這個儀式 但是 我們有這種的豪胎來了 我們整個兵儀館 是這一副模樣 讓我們的王者 讓我們的家屬 真的連一點尊嚴都沒有 連他走最後一層路的時候 他們受到的是這一種待遇 真的是讓家屬跟這個王者 真的是情何以堪 那我說在103年8月12號的時候 我們也因為有豪雨的關係 就已經發生這種問題了 然後在9月3號的時候 就是這個颱風之前 那一段時間我們也都是 都是美雨季節 一直在下雨 而且都是下豪雨 非常的大 那在9月3號的時候 也是同樣的 那我們是不是先放一下 8月12號的豪雨的狀況 我們稍微看一下就好 高雄市兵儀館也遭殃了 水淹了30公分 林堂矗 矗立在水中間 棺木還隨波 四處漂流 成了大型的游泳池 家屬器的跳腳 而殯儀館的態度 更是讓人傻眼 好 到這裡就好 好 那我們下一個 9月3號的 今年的9月3號的一個 豪雨所造成的一個 殯儀館的狀況 工作人員緊急搶救棺木 只能夠全部都往上堆 而另外著名觀光景點 八五大樓 新絕江 還有漢神百貨一帶 也通通泡在水裡頭 甚至一度水淹到小腿度這麼深 還尤其是冒險通行 機車當場拋鋒 公務只能全部網上堆疊 同時撤離桌椅器材 室內室外通通遭殃 管方緊急派出 繼續處理 好 謝謝 大家先看一下 這就是說 你看這一次9月3號 就多了防泥土 那在第一次兩年前的暴風雨 就是積水 所以積那麼高 那經過兩年了 今年在一季的時候 又發生了積水的問題 那9月15號又兩個颱風來 同樣的防泥土 堆了整個冰儀館的到處 然後馬路我們不講了 我們只是講說幾個重要的點而已 那為什麼已經兩三年了 我們連做防患的一個動作 通通沒有 讓這個冰儀館還繼續的 在那種 只要大水一來 只要颱風來 就有積水的問題 那個局長簡單答覆一下 先簡單 為什麼沒有做 沒有考慮到說處理這個問題 簡單 之後你要講什麼 跟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那幾天晚上 其實我都在冰儀館的裡面 你講的是颱風天 對 颱風天 還有那次淹水的那次 我現在問你那個局長 我現在不問你這個問題 我只是問你說 為什麼兩年多了 我們還不做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強降雨 那真的是強降雨 而且其實 那邊如果議員常去 那個冰儀館 所以議員可以了解 它其實它是 這個水溝 所以我們其實也跟議員報告 我們水溝也有做 對不對 而且我們的水溝 不是一般水溝 那水溝很沉 那其實最近要六十公分 沉的水溝給我去看 其實我們都有一直在做這方面的改善 那個剛才的新聞報導 其實它有一些不是很正確的報導 像他剛才去的那個冰儀館 那是本來的冰儀館 就在旁邊固固 蓋在那裡 不是說因為我們 為了那些冰儀館 因為我真心在現場 我很清楚 所以把議員做 今天我們動用所有的同仁 在晚上四點鐘 就把環境清理乾淨 那好 我再問您 那個局長我再問你 沒有乾淨 我們每天都在那裡 你知道的 我們在那邊臉箱 跟工具 都好幾天 那你那個防泥土怎麼來 跟議員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附頂金在簽帳 所以我們為了要讓我們的 在附頂金上面的這些 真的我們黑到黑三米下去 因為我們不希望 有任何一個先人的骨骸 所以我們原本是 來啊 你做一下那個局長 我跟你講 我們都知道 我先問 我們的那個工程是有什麼 發包的 有哪個單位 是我們民政局 還是水利局 還是哪個局處 或者是殯葬首這邊發包的 跟主席報告好 我們疑問一答好了 是 是殯葬處發包 殯葬處發包 殯葬處發包 那殯葬處發包出去的時候 不知道說這段時間是一個雨季 是一個颱風季節 是非常容易下雨的 非常容易積水的 就像你講的 大雨一來 是 颱風一來 水一來的話 就會有很多的雨水 從山上下來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做好 跟議員報告 我們整個為了要防止這些 擬水下來 其實我們挖了兩條 非常非常 我們這種雄皮 提供給議員 我們挖了兩條 非常非常深的壕溝 我們還挖了 智宏的那個智宏池 然後我們在整個旁邊 還有鐵板 還有太空包壓在那邊 所以其實我們把整個 可以做的防臺的 整個水保的部分 我們全部其實都有做 但是我們真的沒想到 像這次墨蘭地 墨蘭地其實不是只有 殯儀館受災 而是整個高雄市 其實包括整個台灣南部 其實很大的一個災害 所以我想 其實我們在該做的那個 大壕溝 我們都前進去看 而且我們有保存 當時的這些相關的資料 那個壕溝多少 因為這不會騙人 還有我們挖大智宏池 我要說 局長 整個雨量 並沒有像暴風雨那麼大 所以你看 市區裡面 也有很多地方 都沒有積水 那如果說 那是一個非常隆重 非常莊嚴的一個地方 我們要做到 他不能有 不能有積水的一個問題產生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地方 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樣 其他的地方可以允許他積水 可以允許他半個小時積水 可以允許他半個小時一個小時的積水 但是這個地方就不行 我剛講了 人生的最後一段路 是在這個地方過的 所以要 王者跟他的家屬 是要有尊嚴的 幫這個王者走完他人生的最後一里路 就是這一段路 所以我們不能讓他有積水的問題 像這幾次 我剛讓你看了三次的一個積水 包括這一次 從陳青湖上面的 挖那個 清葬的一個工程 然後讓雨水 讓那個黃土 流下來的這個狀況在產生 就是說 我們不能說你有歐多錢 就是代表還不夠就對了 你敢有辦法保證說 往後的颱風 往後的雨水 沒有不會再像 我們9月15號的 颱風來的時候的那個雨量 或者是在9月3號那個好雨量 或者是兩年前的好雨量 我想可能未來會有更多的雨量 更大的雨量下來 所以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在富鼎金 當然我們很不希望那邊積水 現在我們未來把富鼎金簽葬之後 因為過去為什麼那裡流水 因為那裡都沒有 沒有 沒有銷子 好像有銷子 在那裡 那根本是不會加水的 所以我們將來那裡簽葬以後 我們有可能開始種草子 然後開始種更多的這些植栽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 未來透過我們這些工程 就如同議員所提的 我們如果種草子 種到水 這些植物跟這些 它就會吸水 就會讓整座山 因為它過去都是蒙 蒙就是不會 沒辦法加水 所以這樣讓議員了解 譬如你意思就是說 你未來 你如果種草子之後 你就可以保證 說這些的雨水 它不會往下流 不會造成未來像這幾次的 一個積水的問題 我希望 我時間有限 謝謝那個局長 那因為我們這個澄清湖 這個地方是我們其他的縣市 或者是觀光客到我們高雄市來 是一個非常需要一個漂亮的 一個問民的地方 所以我們也一直在 我前兩個會期的時候 是在民政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說 你們能夠盡快的來簽葬 然後來開發這個地方 成為公園 或更漂亮的一些設施 讓來到我們高雄市的人 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一個門面 所以你們做這一些的一個開發 我們都很認同 也很希望你們動作能夠快 兩分鐘 去重視 不希望再有第二次的這個事情發生 那下來我要問局長 我們的局裡面 我們給了各區的各里的里長 有一個十萬塊的一個小型工程會的預算 當然我聽說有一些里 有一些區長他沒有做這個動作 但是有一些區的區長 他把這個經費 他撥到里長那一邊 就讓里長來全權的來 動用這個十萬塊 但是有的給八萬 有的給十萬 那在這個小型的一個 經費裡頭 大部分的里長都會用到去 預防這個燈格熱的一個問題 他們會去買手套 買那個清潔的用具 來消除 讓里裡面沒有這個燈格熱的一個產生 可是啊 你們一例就是說 同樣的 不管大小里都給十萬 都給八萬 可是大的里裡面 他範圍那麼大 你也給他十萬 他不夠花 那有一些里 可能小小的 只有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 然後他一個小小的一個範圍 你也給他十萬八萬 結果他可能會因為 我們地方花會逗出來 那小型工程 他們又沒有辦法花 花不夠啊 小小的一點錢 他也花不夠 那你們有沒有 為這個大里 跟小里之間去做一點區分 大里的話能夠平給大一點 然後那個小里的話 那個經費能夠少一點 就讓他能夠真正的 為消除燈格熱 而能夠做得比較完美一點 局長你說 是謝謝議員 對我們這個 這個燈格熱房子 還有這個里的這個十萬塊 這我回來再試試看 因為其實有的 你說地方人很少 但是你說那個人 歷史還是法範圍很高 比如說 我們在這個 對有些譬如說 我們在六歸 可能他人數很少 今天說到比較多六歸 他人數很少 但是他的範圍很大 所以其實我們在 在處理這些事情上 也有一定的困難度 不過我想議員的提醒很好 我們再來想想看 好不好 是 是 是 登格熱 是 是 而且當然如果地區 有些區在辦的時候 坦白講他們不夠 但是我們也會用我們局的一些 經費去協助 這我們都有 我們一直都有 包括像 我們前面在辦的時候 有個禮 他真的不夠 我們跟他倒三天 要避安住 這也都有 甚至我自己那些沒款 我們去跟地方沒款 來贊助這個禮辦多少 這些我們都有 是 因為我們每個禮不一樣 我們是個案來做處理 特別是我們小港跟前鎮地區 因為有回饋金 所以有時候 我們也會用回饋金的部分 去協助這個部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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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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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我就很少看到 我们那个地方就特别危险 是要你要去做处理 好吗 祖元的后边没有那条线 祖元的后边直接就是你路 对啦 希望又放胎来 不要再这样 你们每天一远都要到那个地方 真的 变成你们无言以对 好 我们接下来请 方信燕议员 15分钟 谢谢主席 我们事务团队 我们一位同仁 还有我们新务媒体朋友 还有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等一下本期会针对民政局 针对宗教活动的这个友善环境 进神也要环保这个议题 等一下跟局长做一个探讨这样子 是为了辅导我们的一个宗教团体 减少这个兰范炮竹 甚至这烟火 还有这个金子 还有这个香肢 这个等等这个行为 所以才来推广 这样过制 我们这个香肢 金子 还有这炮竹烟火 这个会用 转做公益 还有社区的一个活动 但是本期觉得有点不同 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公益 跟宗教是两回事 不能混为一谈 尤其宗教信仰 是民众安定民心的一个作用 尤其社会和谐 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寺庙的一个宗教活动 更多能表达敬仰 我们这谢神 今天的一个重要一个仪式 上次总统市长 下次我们这四名小姐 四名朋友 都以非常虔诚的心 来参与我们的庙会活动 近来有民众 非常跟本群 非常反应非常的多 说他们要庙宇在办活动的时候 我们事务就会派人 前往去警告说 不要去南方这个金子 炮竹 来烧这个金子 这个活动否则就会开阀 他们就会去事先的去告知 这样子 本席认为 不要以环境保护 减少这个排放量的这个理由 来跟针对这些烧金子 这种行为 来把这全部归纳这些人 我本期觉得感觉非常的不妥 甚至民众也非常的反弹 非常的大 针对这个部分 高雍市是全国最大的一个 庙室最多的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非常重工业的一个地方 如果事务要以 以这个燃烧金子 造成这个高雄市空气污染 这个理由的罪名 通通挂在我们这个市民朋友身上 我觉得这个 让我们这个市民朋友 坦白非常难以幸福 正在这个问题 我请问局长 是不是给我们市民朋友 给本席一个回答一下 谢谢 谢谢主席 也谢谢方议员 对我们友善宗教 友善环境空间的议题的一个关心 我想先澄清一个部分 绝对不是去警告 其实我们是去宣导 因为我们现在很期待的 而且我们宣导的内容 多数是在 请他们不要让放这个炮煮 像我们台湾因为放炮煮 这真的是很大声很差 其实有可能 在流泪的时候 但是影响到某些人 像我们曾经接触的投诉 就是说 他没有插在旁边 那是不是学校在议议 孩子在议议 或是医生管在那里有病患 但是他用力 一直放一直放 我说放到某些手 其实让很多市民朋友 或住在旁边这些居民 他会觉得其实是不堪其咬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的宣导 比较不是像医院说的 就是说我们的警告 第二个 我们那个人 拜托的那个人宣导 都是放炮的部分 更不是在这个所谓 这个收金的部分比较少 跟局长说明一下 很多市民朋友就是反映 就是说 针对庙宇 他们你也会去做一个 宣导或者开阀这个动作 你只要像我们收金之外 你如果说你 如果没有做一个环保炉 就有可能就是要来开阀 这如果是很多市民 你欢迎 如果因为这个部分 如果稍微有一间厘 财力没有那么最好 你要把一个环保炉 最少就要用百万 四五百万就有可能 对不对 他要怎么来做这家的设议 不过一句话 我们到现在 我们台部分开发的 都是放炮的 我们是放宴会 放炮的那种的 针对收金的部分 真的比较无意外 说的那些多 我们台部分都是放炮的 你刚才说的这就是有利 是 只要不要去炒到别人太多了 因为这庙宇活动 坦白说也不是经常在办理 是有时候几年才一次的 一个大型的活动 这是难免的 因为宗教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 大家彼此互相尊重 对不对 只是说不要太过分的干扰 或者怎样 彼此大家用包容心 跟隆忍的心 跟议员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大概这个部分 会有处理的 都是民众有投诉 而且他本身就已经 会开法 所谓的开法 并不是有民政局的法规 而是用 譬如说我们是 小宏教的法规 我们是环保教的法规 那环保教的法规 跟小宏教的法规 就是说 你一定是超过一定的量 譬如说你的噪音量 你是超过多少分贝了 你的整个燃放的 那个状况跟情形 已经超过一般社会 可以容忍值 才会有所谓 像我们前面 我们把圣星公 我们都开八十几万 那就是要盘盟 一直盘盘盘盘盘盘 所有的高雄市 也没有 不过来说 这真的很夸张 我们更有这种 强力取缔的方式 那当然 如果你当年 新贵分 产生了一个反效果 当然是 像你所说的 要去做这个 劝导一个活动 这样子 但是 本学底下 你强调的是 这种活动 是属于一个宗教信仰 你也不能说 牺牲一个宗教信仰 来另外一个推动 一个公益活动 这是 我绝对是 感觉是一个 两码事情 除非你有更好的 一个替代方案 我觉得 我本习不是说 反对 来烧精子 或者来换编报 这种行 的一个 鼓励这种行为 当然 本习也是 非常讲究一个 環保的人 但是 这种属于一个 礼俗的一个部分 除非我们一次 是有更好的一个替代方案 我们再来如何做一个改善 不然大家应该 彼此互相尊重 我相信 那个教授 你如果听过 有声音就是有保笔 这句话 理事你已经听过了吧 是 宗教信仰 是对台湾 是一个非常重要 民众安定人心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 所以 本时 我也希望说 民政局 站在一个 一个 辅导的一个立场 是 不要针对这个寺庙 或这些小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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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这样子 这是今天本席要表达的一个 地方 了解 希望局长 能站在一个 宗教信仰一个出发点 来做一个考量 好 谢谢局长 等一下 我另外再针对 我们 最近 本席一直发掘 针对 李明大会 甚至于基层 座谈会 这个部分 本席一直认为 好像成效不彰 似乎好像没有在办理 以前 我都 参加 这个 担任这个议员 都会参加这个 李明座谈会 可以听听我们这个李明的一个声音 对我们市政一个 一个 一个 建议的 市政建设的 建议 甚至是 我们的一个 市政府一个 政议宣导 一个好的 一个时间 但是一个座谈会 好像 目前都没有一个 办理了 针对这个问题 请局长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好 谢谢 主席 也谢谢方议员 其实我们这个 理业务会报 还是我们这个 理座谈会 其实还是李明大会 我们一直都有在办 但是这个有时候 在启动的机制 其实有时候 是由下而上 理议员也觉得 这有必要来办这个东西 他就会 随时 来跟我们这 我们来 讨论是否来办理 进去的情形就是 过去可能 大家在这个 沟通的体制上 不一定会唱通 所以我们觉得 透过李明大会 透过这 一个正式会议的方式 但是我给 议员报告一下 因为现在 我们可以反映的 管道越来越多 包括我常常去到地方 我会陪李明大会 李明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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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 没问题 我们就随时来做改善做改进 甚至很多李明大会 直接给我们议员 反应 像会给我们方议员 议员可能随时跟我们说 我们随时把事情解割掉 所以并且说 很多的里长 他们现在也觉得 效率比较好 他其实也不一定 透过这种方式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尊重 各地方 各里自己的决定 李明大会 他觉得他要办 我们就配合来办李 但是他觉得 这个已经有很好的 沟通的管道 我们也很愿意 接受里长的建议 当然 你所说的 由下往上 但是我认为 像这种李明大会 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是应该由上往下 是鼓励里长来办理这个李明大会 让整个政府知道说 让李明知道说 我们政府现在在做什么 要推行什么 一个重要一个政策 甚至一个登格勒一个宣导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本身刚才 你也知道这次 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我刚才参加了一宗李明大会 我那区六个区 刚才办一宗李明大会 刚才一宗李明大会 那宗李明大会 那宗李明大会 他没说是我们百人参加 不是几十个参加 成果非常的好 反应也非常的多 至于说 到底我们市政府有没有去做 那是另当别论 但是他有一个 反应的一个管道 这才是最重要 让我们这名义代表 每个人都知道说 这个李到底需要是什么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李明大会 为什么才是会出 大家如果便宜行事的话 当然尽量不要办尽量 不要办是最好的 但是你没有办事 所以虽然是什么 这些李明不知道 到底我们政府在做社会 所以拜托局长 针对这个部分 这个业务还是要继续加强 好 我们来的鼓勵 好 好 请坐 谢谢 另外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针对第三项 就是社区活动中心 还是简称里民活动中心 因为这个里民活动中心 就是缺乏这经费的管理 跟维护 你就知道很多地方 已经像我们那些很多区 都非常的老旧 甚至老聚 甚至老聚 都洗壁南 非常的严重 非常严重 设计设备都非常的老旧 所以产生 它就没什么修容 这 变成这个地方 变成我放火在那里 针对这个部分 我要请问局长 这个活动中心可以说是 碰是里民活动一个好地方 办理活动一个好地方 你假如说没有善于管理 跟维护的话 这个活动中心应该怎么办 那请局长回答一下 好 谢谢主席 好 谢谢方议员 这部问题 議員你带整个 这个外团中心 有什么问题 你来跟我说 因为我跟議員補给一下 我们在这个全管的内容里面 里活动中心是民政局主管 工作主管 但是如果是社区活动中心 就是我们别的局处在负责的 没有关系 我们市府是一体的 加议员可以把资料给我们 那我们来看 如果是 里民活动中心是谁在管理的 你外团中心是民政局 是外团中心 对啊 所以是 那我们去认为社区活动中心 对不对 问题是社区活动中心 又不隶属于你们直接管理 隶属于就直接的管理 这样子 就透过要社区来管理 不是 社区外团中心是社会局管理 我们来跟案 去丧业社会局 我們來做這個橋梁 總是這個部分總是要做一個探討 活動中心是屬於民政局 例外人中心是屬於民政局 假如社區活動中心是屬於社會局 我覺得說你們在業務量可能就要做一個統合 因為這樣感覺非常的奇怪 到底要找三位人來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沒關係議員你就把資料給我們 我們自己來做處理 今天這個部分我拜託局長 還是要把我們社區活動中心這個部分 管理比較完善一點 甚至把這個業務 你叫社會局來管理這個活動中心有點奇怪 其實業務量可能我們市政府這邊 可能要進一步再做一個統合 讓我們這個業務能發揮的零零進資 讓我們這個社區的活動中心 不要產生一個荒灰的狀態這樣子 維修也比較好 維修 謝謝 謝謝 謝謝方議員 謝謝方議員 好 接下來我們請林婉龍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今天是民政部門業務質詢 我們議員 我們議會的好同事 新聞界的好朋友 那是不是 好 那現在正在我們電視機頭前關心市場的鄉親時代 還有新聞界的朋友們 還有新聞界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 民政部門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 等於說我們民政局 有所直接面對的是我們的民眾 所以我們也期待大家一起來響應地球軟化 極端的軟化 讓我們整個地球真的是變得無法預期的天災地變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 少吃肉多蔬果 健康又黃飽 今天這本書要接對 我們民政局的局長來幫你做接吻 東雄市殯葬處 剛剛那個是平面圖 來 回歸一下 局長你對這個地方應該了解吧 對業務有沒有有所很了解 好 來 機關室大樓 機關室大樓你去過沒有 來 我們來 你去過沒有 常常去 常常去 機關室大樓 樓上有去過嗎 有啊 好 有去過那很好 來 看一下 局長 這個是什麼東西 怎麼會這樣 這是什麼東西 請你回答 這應該是齁 每一個我們機關裡面 那些家屬 來裡面的拜飯的 好 你有仔細看嗎 這是什麼 拜飯的飯 飯的飯 那你是怎麼才會這樣 因為我相信 因為我相信這家屬在旁邊 家屬在旁邊 還可以把這個飯和我四個嗎 是這樣嗎 所以議員 你的意思是 這是我們 這 這 這不知道嘛 你不慢嘛 那你請坐下 那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在今天要質詢 殯葬處業務的時候 我首先要感謝 我首先要感謝我們殯葬處 所有的同仁們 你們的辛苦 你們的努力 本事都看得到 但是因為沒有預算 才造成這樣子的局面 所以我也把 殯葬處所有的同仁們 我給你們表示敬意 因為你們 同樣都是國務人員 但是你們做的工作 真的是 都把它當成同旅心 這不是你們的問題 這就是民戰局的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就是舊市的窗戶 成為鳥類方便進進出出 覓食的窗口 他的通路 這是舊市的窗戶 鳥類方便覓食 他都在這裡排排站 在做什麼 準備進去覓食 好 來 這個都是 這整個都是 出交啊 他都黑白串 串門子 欸 就是剛剛這樣子 局長 你好好地仔細看一下 讓小鳥揮進來 著食 這對往生者 實在很不驚的咧 你剛剛看不出 這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 吃飯 吃飯 在那裡 搶搶搶搶搶 搶到 整個 共桌裡頭的 飯 我們如果人在吃飯 可以吃到 麻糬 尤其這是 往生者 往生者 有可能來吃飯 吃到麻糬嗎 不可能 這是什麼因素 就是小鳥飛進來 這樣子 人家在拜飯 他在和人公家吃 這是什麼因素 你就是 麻糬飛 把舊的窗戶 要把它改善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又來看 兵葬管理處 在悼念的禮堂 淹水的窘境 也對往生者 相當不敬 這叫做在漏火 人家在裡面辦送書 他在漏火 往生者家屬 強忍著悲痛 在積水中辦喪事 這樣是 我們市政府應該有的 而且我們的民眾 打著赤腳 參加工具 參加電禮 是不是非常的狼狽啊 大家要打赤腳 包括家屬 整個都積水 整個都泥泥 在家屬親友 你的滿地積水中 處理後事 跟他做電禮 這我們民政局 你有什麼樣的 這樣 等一下你再給我回答 好 那接下來 這也都是我們每天都看得到的 從市長到局處 到我們的議長 議員也好 我們的一般市民朋友 團體也好 我們的國民禮儀電禮儀式的流程 我請問局長 你知道國民禮儀電禮儀式的流程嗎 請回答 針對這個問題請回答 知道嗎 議員 議員是要問的是家座 再來公座 店主 這些 沒有不用不用 也就是光是在 他在祭典的時候就是 你 不用跟店主 你就說普通 譬如說你是做主座 有背座 從主座到背座這個流程就好了 你懂嗎 你可以回答嗎 我不能回答 我不能回答 好 那你站著 你請站著 那我來揭曉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人 都沒有去 這個也 也不能說三人不對 三人不對 但是剛好本市也剛好有了解 好 那我們從國民禮儀店 店禮儀式的流程 司儀是在 在店禮當中 他是一個主要的領埠人物 當司儀請主記者就位 陪記者就位的時候 那司儀會請主句 上香 獻花 獻果 那我們 這樣子的時候 就是說 主座價 他在上香 獻花 獻果 行祭拜禮 但 就是說 培記者 不能 不用 行 拜禮 意思就是 就是說 這也是 我們市長 他在做主座的時候 我們局處首長 就是說 我們 假設我們市長 還是我們的議長好 他在做主座的時候 他在上香 就是我們培記者 我們就要 就是要 就是要 拱守 立正 還是 就不能跟著拜 意思就是這樣 那 換句話說 局長 這個是在你 禮儀的一環喔 未來 我們市長 如果 當主記的時候 是不是 上香 你做局處首長 你也是跟著人家在上香 你是不是 隨著 也是拜一次 有嗎 對 這樣是不對的 你在獻花的時候 我們來獻花的時候 是不是 主記者 獻花 我們培記者 是不是 也跟著拜 有沒有 有嘛 所以我們要頂頭 所以本事要講 就是說主記者 在上香 獻花 獻果的時候 他行祭拜禮 就只是主記者 可以做動作而已 我們的 陪記者 不用行 拜禮 這樣子 懂嗎 謝謝議員 那 隨著 那思雨 他又會再 他又會再講 在林位級 一向行 三局公禮 的時候 我們 陪記者 就跟主記者 誰 就是可以同時 來做 祭拜的 動作 然後 我們就是 家屬答謝 就是要從 南 南邊 男生 大邊嘛 先 改回內 啊 我們 大邊就是 女性家屬 這邊做回內 然後再 作業禮蔽 請 護衛 局長 你今天 剛好是當了 局長 是 之前我也都知道 這樣子的形勢是 大家 不得都不得 我們知道 但是 本事知道的時候 我也要隨著 不得啊 如果大家都 不得 不得 我知道 這樣是不得的 但是我沒有對在拜的時候 在 周邊的人 他會覺得說 我是不禮貌的啊 所以我不得就將錯就錯 你看這個 主記者上香獻花 獻國行祭拜禮 那我們陪記者 他就是站停停 這種叫做國際禮 好 那接下來 等一下你再來回答我 家電 家計的區別 因為我可能時間上的不足 好 來 那 殿禮跟告別式 好 他又有什麼樣的區別 好 來 那為什麼 我們 李醫師 在殯葬儀式的流程當中 他扮演 十分關鍵的角色 也等於是 他是一個靈魂人物 他必須要熟悉事業 取得勞動部技術檢定中心 他的核發的以及商禮服務技術 這個技術證嘛 但是目前 連南法大學 他生史學系 還有真理大學的中管系 他都有做這方面的這個 這樣子的 這方面的 殯葬的服務組 那我們殯葬 也開始 也有產學合作 因為這兩位 這兩位 都有跟殯葬業者 做產學合作 那我們民政局 你是不是 要編列相關的 經費 可以來培訓 我們這些李醫師 能夠 可以有一個專業的能力和技術 這是本色 因為現在社會一直在進步嘛 社會一直在進步 很多的錯的那個 可能一直錯下去嘛 那今天 剛好 就這個機會 本來 之前我就要問的 剛好那個時候 就是因緣聚會 今天就是讓你來回答 那 今天為什麼會跟你問這個問題 過去你當社會局的時候 我覺得你這樣 開開開去去呢 但是你自從當民政局長的時候 我看你都走分點 這不是本席講的喔 這是很多人告訴我這樣子 我說欸 確實我有這種感覺呢 你是市長很重用的 一個局處首長 市長那麼重用你 民政局又是一個最大的局的局長 你為什麼要讓人們 讓很多人 讓我們很多的同仁都覺得 你有怕分點的那種感覺呢 好 希望 是不 沒有的 有的 就改之 無責加免 那我針對這個店裡 家電 家計 如何區別 是不是請回答一下 家 家電跟家計 有什麼區別 什麼叫家電 什麼叫家計 家電就是好像 沒有我兒子而已 然後家計是 整個親家 朋友都會做得到 好 兩分鐘 好 什麼叫家電 家電 我們通常都說家座家電 都把他混淆去 家電就是指 往生者還沒有出病前 他就是電 不是計 就是說 他在出病的當天 有親友 來做告別治理的時候 這就是叫家電 家計 什麼叫家計 家計 家計 都跟他 工作 在告別學的時候 都說家座家座 那是大家通常 這些是不對的 好 因為 依據國民禮儀 我們的禮儀範例 第六十四條 環家屬 中親 他這就是定義 他已經是出病出來了 阿鳳 就是說 他的祭日 還是說 明日的時候 在他紀念 追思的時候 他叫做家電 就是說 家裡的人 他在跟他追思 他的祭典 他的祭日 還是說 我們平時 人家在 祭職的時候 拜拜的時候 這叫做家計 家電是這樣 好 那 電禮跟告別式 你知道嗎 來 電禮跟告別式 怎麼區分 也不清楚 好 電禮 什麼叫電禮 電禮 依據內政部頒定 國民禮儀 他的範例 第四十八條 在出病前舉行儀式 稱為電禮 可分為家電跟供電 告別式 這是日本人 日本人 他殖民我們台灣的時候 這是 好 再一分鐘 謝謝主席 告別式 通雄 定義說 告別式 跟電禮 告別式 就是日本人 他統稱 也在電禮統稱 這是 因我們國民 因政府 國民義務交易 並沒有生命禮儀 這個課程 所以 一直沿用日本早期統治台灣的殖民時期 所留下來的風俗習慣 所以我們說告別式 告別式 其實這是日本人在說的方式 但是我們台灣 電禮 他就是我們的意思 那我們局長 你大概了解了 好 那我針對剛剛有幾個問題 你怎麼回答我 來 這個 跟議員做個說明 我們這個拜訪的這個 其實我們已經做改善了 我們在二樓和三樓 已經有成這個三窗 所以這我已經背不入了 所以 其實我們 也是有發現到這個問題 有去做一方面的改善 有改善嗎 有改善嗎 有 我們還要了解 請做 有民眾這麼講 是 因為那個 所以說 今天就做個案子 是 我說 很奇怪 本來 我們去造的時候 民眾造作的時候 我們去造型 那個一定時間也聽到 是 是 不要緊我們回來了 這個事情 我現在跟你講的意思是說 這個問題 就是很奇怪 本來 我之前就在說 因為 我的手機 手的資料 出來是不見的 後來我就想說 這個事情應該要講 到底說 在我手機裡頭 我們如果照相 一段時間 就自動消失馬 就好奇怪喔 這個事情 也就是很微妙喔 在我們都一直找不出來的相片喔 既然 既然 在昨天 我想說 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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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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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 這麼樣的 臨場感 結果 我們助理說 晚上 他在睡覺的時候 他就起來 用他的手機 或是 他給他 既然跑出 這個相片出來 這樣 明明都要我來講 有啦 其實我們相信 這就是重點 要讓我們 議員 來做這個 提醒和發聲 我們相信 我們會隨便了解 再改善 然後你在訓練的事情 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我們每年 我們都有一個 殯葬工會 在辦這方面的訓練和課程 錢是我們出的 但是我們是 委託工會來辦我們 辦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是有在做的 這個我跟議員報告 剛才我在回答另外一個 我們的議員的時候 其實有拿過 我們現在因為 我們在牽種 我們富庭金在牽葬 我們這牽葬 其實我們已經有 很親密的 蠔鉤跟 挖那個蓄水池 但是這一次真的是 蠔大雨 那很多地方都落大 這個我相信議員那時候 非常關心 我們修江那個時候 一些淹水的問題 那邊 這邊就是那邊的淹大水 所以那次那個真的是 十暴雨 但是我們雖然 請人進去 包括我 我兩天 我都會在那裡 我都在那裡 穿到那裡 四點 把所有的部分 都穿到走 因為那真的是蠔大雨 所以我們現在要 論你的富庭金牽葬 因為過去 打鍋金上面 都是蒙 蒙 蒙真的是沒有辦法 加水 我們現在將來 成長之後 我們會種草 我們會種草 我們會種灰 這樣的植栽 它就會把整個山上的水 會保持住 它可以加掉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在做的事情 實在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要跟議員做這個說明 好 謝謝 我們休息十五分鐘